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他被开除的真正原因 很多人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了 有一些比较实际的 有一些也不是特别实际的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说 福斯新闻怎么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因为大家明明知道他节目的收视率是多高 很多人看这个电视台 就是因为有他和卡尔森的节目 大家所以才收看 那么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个 除了网上讨论的这一些 他离职的被开除的可能性之外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 目前为止我们认为最高最高 就差了一个可能性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那这个新闻报道是来自Vanity Fair 他说福克斯的集团的总裁Rupert Murdoch 是非常反对在新闻台上面谈到神的 最主要开除Tarker Carlson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上个星期五 在Heritage Foundation50周年的活动上面的演讲 Tarker Carlson在上面提到说 现在的政治不是一个政策对立的 而是一个good vs evil 良善对象邪恶的战争 他在上面提到说 那些提倡变新人人权 还有DEI Program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ve 多元平权包容的理由要来摧毁美国 我们不能对这些议程妥协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要停止跟他们没有必要的这些争论 因为他上面讲说 我有过但是跟这些人争论一点用书都没有 他们听不到事实 然后他在上面提到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怎么样救美国呢 就是祷告 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拿出10分钟来出来祷告 为了未来祷告 这个样子就好了 那其实他在那儿的演讲 我本来是不知道的 后来我是听牧师讲 说他在那儿的演讲 让他感觉到很encouraging 他说他在上面鼓励大家说一起来祷告 这个样子 所以下面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说他在这个演讲里面 他到底讲了什么 其实我可以说 我从这里就说 因为我们与现在谁来的 看起来 它一切都要做 它 Wake 我不是大概要做 我对的政策 tranquility peace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lack of conflict cleanliness cleanliness is next to godliness it's true it is and evil is characterized by their opposites violence hate disorder division disorganization and filth so if you are all in on the things that produce the latter basket of outcomes what you're really advocating for is evil that's just true i'm not calling for religious war far from it i'm merely calling for an acknowledgement of what we're watching maybe we should all take just like 10 minutes a day to say a prayer about it i'm serious like why not and even i have concluded it might be worth taking just 10 minutes out of your busy schedule just say a prayer for the future and i hope you will just like okay just 讲的还是蛮平常的一件事情吧只是也没有说什么哦你要出来为 基督而战啊不像我们每次在讲那些东西对就是他跟我们讲的东西还是有区别 但是他能这样讲我已经非常哈利路亚对对对对就是感觉到还很棒 但是呢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这个吹哨者说 那些东西让Rubert就是Fox News这个总裁反感至极他不喜欢讨论那些灵性的东西那你说光这一点哈我们是不是能够证明说这个就是他和卡罗森被开除的理由呢那其实当然不光光是这一个证据哈就是说这个福斯新闻的这个总裁他到底有多么讨厌基督教他到底是多么受不了以至于受不了说他都要把这个人给开除真的至于吗啊那还有 另外一个事件 另一个事件是在Tucker Carlson被开除的几天前这个Fox News的总裁的前未婚妻 这个人已经结婚过了5次了 前未婚妻就是本来打算要结婚 现在又说算了我不跟你结了是什么 报我上面是说Ex Fiance OK 那他当时这个未婚妻Ann Leslie Smith 约了Tucker Carlson一起在这个跟他的未婚妇就是这个Fox News总裁一起吃饭 然后呢就在这个总裁的面前呢拿出了圣经说Tucker Curson 是神赐给我们的当神的信使OK God's Messenger 然后呢就讲到什么出埃及记啊 然后之之类的 之后这个吹哨人就说Rubert在那个地方就这个总裁在那边看了就是盯着看 没有出任何的声音 几天之后就不结婚了 宣布不结婚 分手吧 之后就把Tucker Carlson开除了 终止他前未婚妻最爱看的节目 所以这人真的有够夸张 就他都要打算跟他未婚妻结婚了 就因为未婚妻 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吃饭 讲了圣经 他就是表示完全受不了了 这个报道很有趣 你如果去底下看的话 底下的人就说 他们不知道这个老头子 就是已经好像快到90岁的一个老头 这么大年纪 对 然后说整个Fox News还是被他掌控的 然后他就是已经一个老人痴呆症 C Nile with the hand grip on Fox News 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老成那个样子 然后还可以掌控着Fox News 然后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在干嘛 其实你说足不足够证明Tucker Carlson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开除的 你说这个老头讨厌基督教 讨厌到这样的程度 又把他给开除了 未婚妻结婚也不结了 对不对 那其实因为这种宗教信仰的原因 咱就不说宗教信仰了 就是这个唯一的真神 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其实不止发生过一次了 除了Tucker Carlson之外 在另外一个之前的福斯新闻的主播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开除的 现在在Blaze当主播的Glenn Beck 在离开Fox News之前 也是同样的原因 就是不可以提到神 你在节目上你讲到神的话 就是不OK的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夸张 这个主持人离开了福斯新闻之后 他现在在Blaze TV 那我们来听他说一下 就说他当时离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 是什么 that bothers Rupert deeply deeply bothers him I was told not to use the word God on the air anymore and I was like wow um OK And they're like You gotta stop using it And three months go by And he comes back And he says Do you know how many times Did you Do you not remember When I said Don't talk about God All the time And I said yes And he said Do you know how many times You've said God On the air Since that I looked at him And I kind of laughed And I said You counted And he said I can't remember the number But it was like 91 times I'm like Huh But that really bothered them That really bothered them Rupert doesn't like that Fox News的电视台 的高管 就是不喜欢任何人提到神 其实很多的 在世界上的工作场合 都是这个样子 你只要提到神的话 你不要提到中间 我不想要听到你这个东西 而且只有在基督教 只有针对基督教 对 你说要是什么穆斯林 你敢讲人家一句 之前我们还看到 那个什么 在学校里面 那个学校老师就说 穆斯林很棒啊 说有个女生啊 她每天都带自己的小毯子 就她们要跪下祷告嘛 每天都在自己小毯子 她不管 我是不是上课的时间 人家到点的 人家自己就拿毯子出于 人家出于祷告了 不管说旁边是不是走 反正她就是扑在地上 就这样祷告 那他们是把这个 当成一个正面的例子来讲 就是你看看 宗教独自由啊 你看我们的学生在这里 可以享受宗教自由 但是你这个事 如果放到基督教的学生身上 这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故事了 不能讲圣经 对 你看过很多公司被告 因为员工就觉得说 看到了一个什么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然后宗教迫害 你逼我信你的什么神 然后各方面的 然后好像佛祖 妈祖这些东西 像郭台铭讲到妈祖 大家会说 你不要讲到神吗 不会但是你讲到耶稣的话 就是你不要把你的神放到政治里面 所以对于基督教的打压 是非常非常针对 而且非常非常极端的 我希望各位可以看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不提到神的话 只要我们不提到耶稣的话 只要我们不提倡祷告的话 我们的人生是可以很顺遂的 你可以有宗教自由 你中教自己可以非常非常的自由 你要信什么都可以 只要不要信耶稣 只要不要相信神 只要不要相信这唯一的真神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是你的自由 只要你在世界里这样就很OK 就像那个撒旦在这个旷野里面 试探耶稣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要财富 你要面包 你要什么东西 整个国家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向我下跪就好了 只要你不承认你的天赋就好了 这个就是世界给我们的印象 还有方向 还有逼着我们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只要提到神的话 你就是会被打压 你就是会被攻击 但是你其他东西你都可以 甚至是其他宗教都可以 那其实在教会圈也是一样 OK 在教会里面 我们常讲说 我们不要讲政治 我们不要把真理跟生活放在一起 你在教会就可以过得很快乐 教会可以拿到很多奉献 你在教会不要讲到世界上的东西 然后在世界不要讲到天国里面的东西 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东西混在一起 神啊什么基督徒啊 你就去信你的那个教 然后去一天到晚圣灵充满 但是世界的话就世界就好了 你们基督徒不要跨来世界 世界也不要进去基督徒 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互不干扰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希望我们做到的 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要跟这个世界上扯上关系 不要做这个世界上颜真光 我们不要把福音传出去 我们在里面一个小圈圈生活就好 对就是世界其实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误导 他们是想要通过各种的方式 就是让我们有一些错误的思想 就是不要让我们真的去做神 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情 所以你在教会里可以看到说 这些东西我们不要管 但是我相信他和哈尔森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 对吧 那你想他属灵的状况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他的确是一个基督徒 但他属灵状况我不知道是怎么样 那你说他知不知道 在台里曾经有人是因为这个事被开除了呢 一个主播 绝对知道 他们内部绝对是知道这些东西的 那他在节目上面 讲这些讲的也不多 他一般是以保守派的这样的形象出现的 所以他在这个新闻里面 他会讲太多这个什么神 你要祷告 这种其实他是不太会讲的 所以我之前一直在想说 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 曾经他在节目里又说过阿门 所以我想说 那他可能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 就是小时候的 你知道美国白人经过的那些东西 但他可能没有特别 就是在这个里面或者怎么样 所以他到现在 他的属灵状况是怎么样 我是不知道 但是他通过这个演讲之后 他不管是说在新闻界做了这么长时间 他看到什么这些人 或者他了解到很多内幕之后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什么 这个结论是你要祷告 你就觉得这个结论是很惊人 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 不是基督徒 是很有良知的人了 就大家会因为 美国现在在这些事情 他们会觉得愤怒 就觉得说这些人在做这些事情 真的很会 好愤怒啊 我好难过啊 但是你如果要是跟他们说 那你要了解一下耶稣 因为你说啊 保守派这些思想啊 等等等等 是建立在圣经之上的 对吧 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基础 是建立在圣经之上 那你要不要来了解一下耶稣 你要不要知道 我们这些宪法都从哪里来的 你要不要了解 他们就会觉得说 哎不要不要不要 啊 他们觉得说 这个保守派的这个东西 或者是你做正确的事 跟你信教 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所以他们就说 我可以当一个好人 我可以做对的事情 但是我拒绝跟宗教扯上任何的关系 那这样的心理 我是能够非常理解的 我能明白说 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在没信主之前 我也是这样的立场 我也想做一个好人 我不想给我自己 贴上任何宗教的标签 但是当你今天看到 Tucker Carlson 他在研究了这么久之后 他一直在这个里面 摸爬过那时候 他得出一个结论 谁能救美国 祷告能救美国 你觉得Tucker Carlson 他是一个宗教骗子吗 或者他是一个 被这种东西迷惑的人吗 他是每天在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很明显他不是 他是一个头脑发达 四肢健全 而且是在人群里面 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 他在这个里面了解那么多内幕 他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了 人家经历的多得多了 他看到这些多得多了 但是他得到一个 最终的一个答案 就是你要祷告 而且你每天 可不可以从你繁忙的生活里面 拿出十分钟来为美国祷告 你觉得他这个是说 在没有希望的时候 说出来一个不痛不痒的东西吗 不 他在研究了这么久之后 他终于找到了关键的问题 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 这个是所有的保守派的政客 不相信神的人 没有办法告诉你的一个解决答案 如果他们不信神的人 你看到他们国会里面 你哪怕是共和党人 对吧 保守派的 他不是真正跟随神的人 你看他们出来的东西都是怎么样 到最后全部都是跟左派在妥协呀 你表面上说一样 下面又做一样 下面拿着民主党人的钱 上面就说我们共和党要怎么怎么样 我们要投票 那个投票机什么的 说的都是这些东西 但是真正的 他能够出来的 就他研究这么久之外 他出来之后 这个就是答案 而且是这个是唯一有效的答案 当我们活出信仰 把真理 把基督教的价值观 让狠打出来 让神的旨意降临 行在地上 如果我们行在天上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会被攻击 魔鬼最想要攻击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人 因为其他的基督徒都乖乖的 其他基督徒都没有干扰到世界 不是 其他的基督徒说实话 就是顺了撒旦的心意啦 你顺着撒旦的心意 他攻击你干什么 你本来就在那睡觉了 我不用管你 你自己哪天就死掉了 我管你干什么 他根本就不需要花任何的力气 对吧 他也不用派任何人说 去你们去搞那个 一直在那边睡觉截图 不用吧 你都在那边睡觉了 对不对 他一定是说谁 你去搞这个影响力最大的 最活跃的 你看他是怎么怎么样 你弄这个人 他一定精力都在你这个东西上面 像今天Tar Carlson 其实跟我们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他怕丢掉工作吗 他一定不怕 他一定不怕 对不对 我们抛去世上的一切事情 他一定不害怕丢掉工作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神一定都会provide他 而且他又有能力 又有本事 关键是他真的 非常有这样一个 正确的一个观念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害怕 那我们当然可以选择 对不对 他在台上少讲那么一句话 他啥事都没有了 他不用跟大家讲这个实话 他不用跟大家说 你们要去祷告 他不需要讲 对不对 他完全就可以当一个 与世无争的 这样的一个主持人 对吧 有多少的主持人 你不管是说 在这些主流媒体上面 你也看到很多正义的主持人 对吧 包括你在YouTube上面 很多做这种时事新闻的 不管是讲中国 再讲美国等等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 正义的主持人 但是 如果你没有信仰的话 对不起 你不知道什么叫做 真正的正义 所以 你如果要是看到 有哪些YouTuber 他们还没有信主 但他们一直在讲 这方面的事情 给他们祷告 希望他们都能够 快快兴致 对吧 我觉得这就是 一层窗户纸 你给他捅过了 这很多人 天天讲说 美国就是基督教建国的 然后基督教价值观 等等等等 他们很了解 美国建国这个历史 他们也很认同 基督教这个价值观 但是 他们会把这个东西 认为什么 就是这个是 笼络人心的一种方式 或者是等等等等 他们没有真正 认识到神的工作 他们也没有真正 认识到神的伟大 所以要为他们祷告 希望他们能够 真的认识神 当他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 他们想法会不一样 而且会有一个 真正的范状就改变 那我们基督徒 要怎么样去做我们的人生 其实就是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天赋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职责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活得跟耶稣一样 我们有我们的职责 我们就是要使用 神给我们的天赋 来去投资在这个世界上 投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投资让神的果度 变得比我们现在还要好 在马太福音25章这个地方 就讲到天赋的比喻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着个人的财干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 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 跟他们算账 结果算账的结果是什么呢 仆人就在这里说 把那个一千两银子埋在地底下的 他跟这个仆人说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耻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前天的影片 就是有一个人说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 对不对 Ethan的天赋 就是讲讲圣经就好 那个政治方面就不要再讲什么东西 我必须说 或许你不喜欢看 或许你觉得我讲得很烂 It's okay It doesn't matter 对 这个是神给我的护照 我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要去改变这个时代 我要的不是跟你 每次在我们频道下面留言的一样 基督徒不要去做这个东西 基督徒要变得跟世界一样 才可以改变世界 基督徒要接受同性恋 基督徒要接受这个接受那个 基督徒要到处妥协 我不知道你的教会是怎么样教你的 我不知道你的教会是怎么样 让你有这个样子的想法的 我不知道你读的圣经 还有你教会教导 跟佛经读的有什么不一样 跟你说 没关系 我下辈子在还你 有什么差别 我不在乎你怎么想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勇敢地去做 我们该做的事情 都要使用神给我们的天赋 只有一千两我也要拿出来去做一些事情 因为这个是神给我的天赋 其实不要在意任何人的看法 那当然不管你做什么 一定都会有人说不太好听的话了 尤其是你在做符合神心意的事 你如果要是跟着世界的潮流走的话 你听到的一定全部都是掌声的 一定是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你去做符合神心意的事 我跟你讲一定会有超级多的人挑你毛病 对吧 你看你长得怎么怎么这个样子 你看你说话的口音怎么怎么那个样子 哎呦 你看那个东北口音重的呀 一听我就那个我没法听下去了 说什么的都会有哈 那当然了 这些事情都不应该是我们在意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说这个留言的朋友哈 你有这个时间呢 其实你可以去问问神 就是神给你的护照是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护照 这个中年人跟我这个年轻人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全职做这样的东西 请问你还有看到哪一些年轻人 在全职服饰已经很少了吧 全职服饰的情况下呢 还做比较有意义的工作 也很少了吧 神不给我们护照 我们不会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你不要去judge神的决定 或者是神对某些人护照的安排 这个不是你应该在意的事情 你应该在意的是 神给了你多少两银子 你如何用这些银子 去做符合神心意的事 你如何用你的生命去发光 真赦免我们啊 我们也不应该那个花太多时间 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所以下面来点鼓励的 大家不要害怕 就像那个Tar Carlson 你不管他有钱没钱 对不对 神一定都看顾我们 不管你 神给你的银子是五千两 两千两还是一千两 不管是多少钱 哪怕神给你一块钱 你也要拼了命的 把这一块钱变成两块钱 所以呢 不要害怕世界给你的任何威胁 因为神对我们有非常棒的应许 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好不好 大家这个时候一起再来读一遍啊 大声的啊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若帮助我们 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我们 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抵挡我们 一定要完完全全记住这句话 只要我们做符合神心意的事情 只要我们真的按照神的心意 去使用我们的五千两 两千两个 一千两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走在他命运的道路上 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我们 所以不管是金钱的问题 或者是各种什么人际关系等等 所有问题 你不要担心了 你也不要害怕了 因为没有人能够抵挡你 神更不会把一个金钱的一个什么大山 就在你面前 他不给你挪开 不会的 你不要去担心任何的问题 不管是教会也好 很多教会 顾及这个顾及那个 说我们不要谈政治等等等等 说白了 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说我们那个减税的 那个减免税务的那个东西 不要被拿掉 对吧 因为那里面有规定说教会不可以讲 所以大家就说 我很怕 我失去这个资格 那我失去了开免税单的资格 是不是就没有人会奉献了呢 那大家为了要这个奉献要抵税 所以教会害怕刘世人 但是你不要害怕 因为真正的基督徒 他不会在意 他是否能够拿到这个奉献单 如果你真的能够做 神心意里面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能够按神的心意去做的话 你不要害怕刘世慧众 神一定会供应你 而且一定会供应你的教会 你不会流失任何的钱 大家继续十一奉献的话 他们不会因为说 你没有这样一个免税单 然后我就停止我的十一奉献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十一奉献是给神的 而不是给政府的 你像我们十一奉献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政府给不给我免税单 我一点都不在乎 你爱给就给 你不给拉倒 这是神的教会 我就付上我的一份 放到神的家里面 希望神可以用这个金钱 在幕后的荷尝里面 不管是灵魂的授割 或者是门徒的建造 等等等等 可以使用这些金钱 来做成神要做的 神国的建造的工作 这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给神家里面的奉献 就是应该跟政府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被政府的 一个条款去挟制住 为什么你会因为害怕 政府不给你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停止去向神做任何的工作 所以不需要害怕 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不要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 你们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 吃什么 穿什么 喝什么 有多少钱 我们在哪里 贷款能够能够 全部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我不知道你新主有多久 如果要是牧师 如果要是传道 如果牛仔牧会的话 那你新主已经是很长时间了 所以你不是外邦人 你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要知道 我们需要用的一切东西 天父是全部都知道的 在这里他没有对我们有任何要求 他说怎么样 我们只需要做两件事情 其实这两事其实就是一件事 我们只要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其他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的事情了 根本就在我们范围之外了 对吧 那些东西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 我们的工作就是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把东西加给我们 是神的职责 而且神答应我们 只要我们做 只要我们去求他的国 他的义 他就一定会做 他一定会履行他的职责 就是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都加给我们 所以要怕什么呢 不管是说失去工作怎么样或者也好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只要符合真理 你不要说随便乱说的话 随便乱讲你被开除了 这个也不应该让神出格 对吧 你要坚持真理 然后做神喜悦的事 做圣灵带领你去做的事 你还怕什么呢 那Tucker Carlson之后会怎样呢 对不对 他被Fox News开除了 好可怜喔 他出了一个新的影片 OK在DC Short上面 这刚好是他的公司嘛 对 Daily Caller就是他的公司 对他在上面讲得很清楚 想说大家不要为了这些无谓的事情讨论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过得很好 然后呢 有太多的留言 还有各方面的这个东西 我们不要去在意这些流言蜚语 我们下次见 他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的影片 所以那是 heartening 第二个东西你会看到 当你一会儿的时间的时候 是怎么看的 是怎么看的 最终的选择 你会看到电视频上的 他们完全完全没有任何人 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人 在五年 我们会不会还记得那我们曾经 相信我 是谁的 是谁的 也在这一样 这就是最终的 最终的 最终的最终的 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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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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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graphic change, corporate power, natural resources.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heard a legitimate debate about any of those issues? It's been a long time. Debates like that are not permitted in American media. Both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ir donors have reached consensus on what benefits them, and they actively collude to shut down any conversation about it. Suddenly, the United States looks very much like a one-party state. That's a depressing realization, but it's not permanent. Our current orthodoxies won't last. They're brain-dead. Nobody actually believes them. Hardly anyone's life is improved by them. This moment is too inherently ridiculous to continue, and so it won't. The people in charge know this. That's why they're hysterical and aggressive. They're afraid. They've given up persuasion. They're resorting to force. But it won't work. When honest people say what's true, calmly and without embarrassment, they become powerful. At the same time, the liars who've been trying to silence them shrink, and they become weaker. That's the iron law of the universe. True things prevail. Where can you still find Americans saying true things? There aren't many places left, but there are some, and that's enough. As long as you can hear the words, there is hope. See you soon. So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He's been good. Just if you believe God, we're every one of them will be good. So we don't really need to say too much. 把不畏的这些事情去浪费我们的时间,好好地跟随神,然后找到神给你的护照还有命令,然后走在你的道路上面,人生会非常精彩的,加油. 不用为Tucker Carlson感到任何担心,Fox News的股价还有整个市值大概少了10亿美金,超过10亿美金,1 billion,OK? 他自己独立出来了,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开一个自媒体公司,他已经有一个自媒体公司了,他想要做什么,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绝对是超过他能在Fox News做的事情,Tucker Carlson可以在他自己的空间里面得到自由,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事情,所以大家,你只要去做神的事情,就算你好像是被开除了, 但是绝对对你来讲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对你有益的事情,神不会让你感到饥饿,神不会让你饿肚子,神一定会把他的荣耀透过你显示出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这个样子的信念,每一个教会都要有这个样子的信念,我们绝对不可以害怕,害怕是敌人在做的事情,我们不可以害怕,更不能害怕敌人,对,所以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有没有让你感觉到说,好像感觉还不错,这个鼠灵的优备打满了一下,感觉非常不错,如果呢,你这个朋友,如果你是有看到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但是你还没有信主,你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基督教,你还没有走到教会里面,我在这里鼓励你,一定要去了解,你要想啊,Tucker Carlson这么聪明的人,对不对,他在这里面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他到最后得出了一个最重要的,而且是最精华的,而且是 唯一能够拯救美国的一个结论,就是 你要祷告,这个结论是不是有点冲击你的大脑,就觉得 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他是宗教骗子吗?他一定不是,他傻吗?当然不是 所以这里面的奥秘,你要来探索,如果你在哪里呢? 你可以想要找到一个 心仪的教会,或者是你说我在找教会,有没有说哪一个教会 可以介绍,你可以发邮件来联络我们,我们可以来推荐你身边的 这样的教会,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你对这样一个 新闻,或者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弗丽莎,我是一天,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字幕作为ELGBT